接下來方采老師要介紹的實題 他說數據AAB、AAA、ABB還有ABB 他們的標準差三個比較大小 我們發現到說這個 它是把個數增加 它是它的兩倍 所以它的標準差會一樣 我們在前面有用一個定義講過 就是它的個數加倍的時候 它的標準差是會相等的 這我們之前講過 那這兩個也會相等嗎 是喔 這會相等 為什麼呢 你發現如果把X通通解掉A加B 那它只有A跟B 你通通解掉A加B的話 這個就會變負B 這個變負B 這個變負A 那是不是這三個 其實是不是跟這三個 只差一個符號 所以如果你再把它差一個符號 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是 B、B、A 就是跟這個一樣 就這三個數據 所以Zi 其實把 Xi 減掉A加B 再乘0-1 它就會得到Zi 所以它會變成 負的 Xi 加上A加B 就是說 比Xi 先乘0-1 再加A加B 就變成Zi了 那既然它是一個 線性變換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Zi 的標準差 Zi 的標準差 就會等於 這個線性變換的 乘的 絕類值 在乘上 這個的 標準差 那這個 也就是 E 所以就變成兩個 也會相等 所以這個等於它 這個等於它 Z跟X 也相等 X跟Y相等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X跟Y跟Z 它的標準差 都相等 在這個螢幕上 各位不要看看